第二个步骤你可能需要知道就是说影片部分 哪一些是可以再被你做一个剪辑的动作 不过剪辑之前我是建议你可以先把这个有关那个播放跟 先把这个这个是 第1个是4K video download 第2个是把相关的 解码跟播放要先安装 装完之后呢再去下载第3个 这个第3个 free video cutter and join 这个 第三个要把它装起来那如果因为如果没有装这个 解码的话可能有些影片你没办法正确的 被你剪辑所以 按照这个步骤分别把它这个下载下来 那这个播放的部分的话 这个播放的部分的话呢这个 这个一定要装如果你没装的话底下这个没把那把这个下载下来 下载完之后的话呢 那剪辑这个软体啊 他不需要安装 不需要安装那你把它打开来之后的话呢 直接执行这个free video cutter and join 比如说我举那个像刚刚的我们下载的这这三这几个影片好了 其中比如说那个什么灵徽音这个部分好了 那如果我想要剪辑他因为你把它打开来之后 这边我把它直接用 用影 这个这个用哪个播呢 预设quick time 我把它用其他来播好了 开启用这个好了 打开来之后的话像这个影片 他的片长是 29分又51秒 可是我不需要这些 我这么长的片 我如果希望某部分 比如说这一段 到某一段为止好了 假设我大概剪个一分钟好了 其实不需要那么长 那我要怎么样刚好剪那一分钟出来 这个时候的你可能就需要用到 类似像free video cutter and join 像这样的软体 那像这样的软体 其实 那你也可以用一些所谓的那个什么威力导演啊 或者什么会声会 不过那样软体的话 它需要额外安装 而且要付费 那这个软体是免费的 它的好处的话就是可以把它打开之后 它可以让你怎么样 剪辑那个影片 比如你要剪某一段 或者是说你要怎么样 你要把 很多的片段 最后结合在一起 它有一个video join 所以它等于两个一个 剪一个合并 它都提供了 我觉得这软体 它最重要就是它是免费的 所以你不需要再去找 甚至你可能有些 付费软体呢 它有试用30天 那怎么样做剪辑的动作 第一个 把影片加进来 那怎么样把影片加进来呢 这边有个加号 你把它加了之后的话 像刚刚我下载这个影片 你把它按开启 开启之后 这个软体其实非常简单 你把它加进来之后 如果你要找某一个片段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 找一下它的头 假设我今天 从这边好了 头在这里 你在set start 尾巴在哪里 你就设定一下 这个set 这个它的结 就这一段好了 那如果你这一段希望把它剪出来的话 你就是这边有个cut 那cut之后的话 接下来他可能问你几个问题 你要放哪里 那最后我把它放 最后的结果也是放桌面好了 桌面上面呢 那你可以浏览一下 哪个位置桌面 然后呢 输出的名称叫什么 H你这边可以给一个 比如说林徽英 假设 后面加一个OK 假设你这个 剪辑完之后的一个名称 那他剪完 下载的是MP4 他剪出的话 也是MP4 他不会剪出之后 变其他的档案格式 除非说你要让他直接转换 转换成什么格式 这边也有 这个是直接转换成那个 比如MP4 那如果说呢 你想要转成其他格式的话 你可能选第2个选项 第2个选项里面的话 他这边好几个选择了 不过我强烈建议 如果说你将来呢 你要放在PowerPoint里面 做那个影像 就是汇入那个影像的话 这个地方 我是强烈建议 你可以把它改成 WMV的格式 因为如果你没有把它转成 WMV的格式的话 你要把MP4放在PowerPoint 其实问题蛮多的 我是建议 你干脆在剪辑完之后 顺便直接干脆怎么样 把它转换成 WMV的格式 那将来放在PowerPoint里面 就比较没有问题 那底下的话他有一个video size等等 你就用预设的好了 OK那这边的话呢 最好你这边再加一个什么 干脆把它改成 WMV好了 这个是 WMV的格式 然后是零回音 这个start card 那这个时候他会做 帮你做什么呢 帮你剪出那一段之外 也会帮你转换格式 转换成PowerPoint里面 可以接受的WMV 然后把这边start 把它剪出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会跑啦 它跑完之后 这一段就剪完 你可以剪个几段吧 那剪个几段之后呢 将来可以底下 多做几个按钮 做一个 点击 OK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边有一个比较简单的软体 这个软体其实操作起来并不复杂 叫free video cutter and join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非常明显 非常明显 因为我发现 好像每一学期都会有遇到同样的状况 就是同学搞不清楚压缩 跟解压缩 这边有个拉链嘛 表示它是压缩档 如果是一个拉链压缩档 就无法执行 所以刚刚如果你没有解压缩 你怎么打开它 都没有办法执行 虽然说你可以点两下 但是你再点两下 执行这个 我刚讲这个执行这个 你会发现它会出现这个 什么 不过他还是很聪明 他知道你应该要解压缩才能执行 所以他问你说要不要解压缩全部 嗯 不过我建议是取消 你把它上一层 上一层 回到这里 按右键 解压缩它 解压缩字 再把它这个打开来 这样就可以 就可以正确执行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因为我刚刚看了有同学 一直下载一直以为是错了 一直下载 下载十几个 其实不是 是因为你没有解压缩而已 OK好 那再来就是把影片 放到里面来 那我刚刚点击中间加号 把你刚刚下载的 比如说刚刚林 林辉英已经 剪完了嘛 那再来也许我找 陆小曼好了 比如说这名称 改陆小曼 OK 那比如说陆小曼要剪辑 那你把陆小曼加进来 然后呢 移动这个拉杆 设定他的头 在这里 设定他的尾 假设这里 头尾一段 然后呢 最后记得按这个 剪辑 所以 123 剪辑之后 选择转换成 WMV 特别注意 这个格式可能 一定要转一下 因为 如果你不用WMV 你放在PowerPoint里面 他会不接受 OK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然后浏览一下 放在桌面上面 我又新增一个资料夹 叫WMV 就是直接通通放进去好了 按一个Start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就会帮我把 这个影片 除了剪 剪完之后 顺便转成WMV 那我有在这边建一个资料夹 所以呢 待会的话会有 林辉英 陆小曼 或者张又宜 那有这么多个 反正 最后的话 你如果转完 这个 之后他会有个跟你讲说 他已经 恭喜你 已经转转完了 按确定就可以了 那当然你还可以再转其他的 你如果有很多段影片 你会发现 这一段 这两段 如果要加到PowerPoint 很简单 一 请你 把刚刚的影片 在这个投影片呢 再增加一个 插入个新的投影片 比如说你这边可以 可以在 常用里面 再新增投影片 第二个的话呢 假设我这边 再新增一个投影片好了 在这里 比如说我就把他怎么样 插入一个 视讯 特别注意呢 请你找WMV这个资料夹 那陆小曼好了 假设这个 你插入有没有 他就会有一个陆小梦的影片出现了 OK 那这个影片就跟刚刚一模一样 那如果我要让他播放的话 也许我可以让他框框可以用圆角 跟刚刚一样嘛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可以做什么呢 在这边呢 做一个动画让他播放 所以动画里面 可以有个播放的动画 OK 那这边就有个播放的这个动画嘛 那当然你点选他他会播放 OK 然后呢 再来 我如果希望呢 底下有个按钮 按那个按钮之后播放他的话 那我习惯可以用插入一个图案 也许你可以有一个什么的圆角矩形吧 在底下拉一个 比如这边一个小图 按右键呢 再编辑一个文字 因为上面我想加什么 关于陆小曼 那你这边的话可以打上关于 陆小曼好了 类似像这样 好 那这个按钮的话 当然你可以再变一个颜色啦 在他的格式里面 这边通通都可以设定 一些相关的样式 那你设定好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呢 一样的动作 就是直接怎么样呢 确定他的名称 选举窗格里面 他这个名称的话呢 就一个圆角矩形2 那当我怎么样呢 这个 这个 影片 如果要播放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动画里面 触发程序 当按一下什么呢 圆角矩形2的时候 那我去播放刚刚那个影片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试试看 这边直接执行 当我按一下关于陆小曼 上面的影片呢 就可以被播放 试试看 有没有 OK 那当然呢 你可以 不止一段啦 那而且不止一个投影片 反正你要叙述的 也许我这个 是徐志摩的三个女人 然后也许第1个 就是什么 张又宜 林徽英 陆小曼 那底下的话呢 如果可以 反正就可以穿插啦 动画跟那个影片 或者是一些文字叙述 其实也都可以加进来 那这样感觉 其实就会 蛮有连贯性的 那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那请各位 试着做一个变化题 那这个变化题的话 就是你 针对 某一个 也许文学家吧 这样会比较 反正就是跟文学有 现代的 或古代都可以 然后呢 去找那个YouTube上面 他的影片 下载之后 把它放到PowerPoint里面 OK 大概是这样子 好 谢谢大家